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就是针对我们现在中学的诗词教学和高考所出现的情况而来对应的 第一个层次呢 我这讲是细读 如何展开 从字词去张入手 准确理解其在诗词中的意义和作用 也就是说 先从言这一关入手 因为我们诗歌是通过语言作为媒介进行创作的 所以我们首先要破言这一关 第二个层次呢 我们就进入到欣赏 如何展开呢 就是从意向入手 借助修持格或修持手法 分析意向的组合关系 及其所寄托的意义 那么我们到了第二个层次啊 就是从由言进入到意向这个阶段 那么到了这个阶段行了没有呢 还没有达到我们的目的 所以我们还要进行到第三个层次 第三个层次就是言赏 如何展开 从作品的整体入手 把握诗词的意境及其文化意运 那也就进入到意义这个层次 为什么三个层次为什么要这样的分呢 三个层次我们呢 是从言到向到意这样依次展开的 那么问题就来了 你所说的言向意之间构成什么样的关系呢 大家先看看这一段说法 三国时候魏啊 有个叫王毕的啊 他是一个研究周易的专家 那么我们讲言向意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呢 我们呢 要借助他的一段比较经典的论述 来说明三者的关系 王毕对言向意之间呢 他有一个辩证的解释 大家注意啊 这个辩证的解释呢 可能开头有些难懂 但是我们呢 还是要静下心来 先弄通他所说的那个关系啊 扶向者 出意者也 那么向是什么呢 向就是要表达意思的 大家知道周易里面的向是指挂向 八卦啊 你们看过了这个我们的周易的书呢 八卦 或者甚至你们呢 通过南韩的那个国旗 对吧 国旗里面的有八卦的卦象 言者 名向则也 那么言是什么呢 就是要鲜明解释这个向是什么的 那个语言 禁意莫若相 禁相莫若言 那么在前面的两句的基础上 我们就知道 如果把语言要全部说出来 或者表现出来 没有比相更好的了 没有比用相作为一种解释的 表现的一个载体更好的了 应该这么讲 那么禁相莫若言呢 那么你要把这个相解释的清楚 这个相包含什么 或者这个相有什么特点 你要把这个相解释的清楚 就没有比用语言来解释的 这样的手段更好的了 由此而言 我们就可以知道 言生于相 言是从哪里来的呢 是从相那里生发出来的 故可寻言以观相 我们就可以通过语言这样的一个媒介 去考察或者观察相具有什么特点 相生于义 故可寻相以观义 相呢是从义那里生发出来的 因此我们就可以通过相 或者考察相 或者考察相 去进一步去观察 或者考察 它所包含的意图 相 意以相近 相以言住 那么根据上面的推理 我们就可以知道 意呢 它是通过相来表达的 或者表达才能表达的清楚的 就是言以相近 相呢 以言住 相呢就是通过语言的表达 而得到进一步的显明的 让人家了解的 因此 语言 言者所以名相 就是我们可以用语言 这样的方式 来阐明这个相 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 我们一旦了解了相是什么 我们就可以暂时忘掉了语言 这个就叫做 故言者所以名相 得相于忘言 下一句呢 相语言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相是用来保存意图的 这就是相者所以存意 我们一旦了解明白了意 就是得意 就可以暂时忘掉了这个相 为了阐明这个关系 那么王毕呢 下面呢打了两个比方 第一个比喻是 由提者所以在兔 得兔而忘提 这个是第一个比喻 提是什么呢 就是古代啊 我们古代打猎的时候 去抓那个兔子的那个工具 抓兔子的那个工具 那么这个提呢 为什么要制作这个提呢 它是用来抓兔子的 就是要所以在兔 我们一旦呢 抓到了那个兔子 又通过这个提抓到了那个兔子 就是得兔 得兔了 我们暂时就可以把这个提放到一边去了 就是忘提 下面呢又用另一个比喻来加强 这样一种解释的印象 全者所以在于 得于而忘全也 全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古代啊 包括一直沿用到现在 就是用来捕捉鱼的那个鱼笼 你看它是竹子头的 应该是用竹子来编的 那么我们编这个拳干嘛呢 就是用它来捕鱼的 一旦我们得到了鱼 抓获了鱼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拳放到一边 或者把它收起来了 这个就叫做得于而忘全也 通过这样的一个解释呢 我们基本上就可以理解 首先我们讲 言相义的关系 可以把它分为两组 一组是言和相的关系 这个是第一组 第二组呢就是相和义的关系 在言相关系中 那么这个言 就比如说是捕捉兔或者抓鱼的那个工具 捕捉兔的呢叫做提 捕捉鱼的叫做拳 所以言呢可以把它比喻为拳或者提 那么相呢 就把它比喻为兔或者鱼 这个是言相之间的关系 这个比喻关系 那么到了第二组比喻关系呢 一样的道理 那么在这组相和义的关系中 相显然又是义的一个载体 一个捕捉义的一个工具和手段 所以在这里呢相又变成了捕捉 如果把这个目的义比作兔或者比作鱼的话 那么相在这里就是提和拳 这是这样的两组关系 言者然者言者相之提也 相者意之全也 说的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道理 由于这个道理明白了 事故存言者非得相者也 存相者非得意者也 这两句呢就厉害了 如果事故就是因此 因此如果我们的眼光 死死的钉在眼 抓住了眼 叫做纯眼者 如果在这组关系里面 我们的眼光死死的钉住这里 抓住这里不放松 你就非得相者也 你还没有进入到眼 它所保存 它所要阐释 或者它所要塑造的那个目的相 你不是德相 那么在按照这个思路 进一步的推论 存相者非得意者也 用到这种关系来 因为它是眼相意嘛 三者的联系嘛 如果你死死的盯住这个眼 那么你还没有进入到相这个阶段 你非得相者也 那么进入到这个阶段里 你还有这一组关系啊 那么我们呢 把眼光又死死的钉在相这里 不去呢 探究这个相 它所保存的意义的话 那么我们只能够说 是得相而没有得意 还没有得意 因为相生于意 而存相焉 则所存者乃非其相也 大家注意啊 相 它是从意义那里生发出来的 生发出来的 那么现在我们呢 死死的盯住它 存相者 则 这个 看到了相 我们的所存者 就非其相也 非其相是什么 这是意 那么同样的道理 类推 言生于相而存言焉 则所存者乃非其言焉 这个就是和前面那个道理是一样的 然者 妄相者乃得意者也 妄言者乃得相者也 到了这两句又比较重要了 那么按照你前面的那个理解和推理 那么 妄相者乃得意者也 你妄掉了这个相 你才真正的得到意 这好像那个提和兔的关系 对不对 你暂时抓到了兔 你就把那个提放到一边 那个就是妄相 得了提你在得意 乃得意者也 妄言者在自主关系中 妄言者乃得相者也 得意再妄相 得相再妄言 这个是前面所推论的一个总结 对吧 你得意的 你就要呢 它的一个前提是什么 就是要妄相 大家注意啊 它是这种阐述来那个比这个妄 我们在真正的古典诗歌里面 应该给这个妄加一个引号 不是说我全部不顾了 就把它扔到一边了 不是的 就是说我们的关注点 我们的那个解释 不要呢 不要呢 放在牢牢 牢牢的放在这个解释相这个层面 这个叫做妄相 对不对 不要牢牢的放在这个相这个层面 你还要注意呢 探究它里面所包含的意 应该是这样去理解 得相再妄言 得相再妄言 故立相以敬意 而相可妄言 大家关注这个立相以敬意 而这一个说法 立相以敬意呢 它是从创作 诗词创作这个角度而言的 那么作家 他为了表达他的意图 他的感情感受 我们不是讲诗言字吗 诗言情吗 那么他的情意意图 他的感受 他丰富复杂的 你怎么样 才把这种丰富复杂的情诗 表达出来呢 我们古代的作家 经常用的一种手段 就是通过异相的选择 异相就是相的选择 我们这里的相 都是指异相 相的选择来加以展现的 那么这里的相 就存了 它成为保存它的情思的一种载体 那么作家呢 他是立相通过选择异相 来表达他的意图 那么我们的读者呢 抓住了异 得到了异 那么相就可以忘掉 但是这个意思怎么说啊 像呢 我们就暂时可以放到一边 重画以尽情 而画可忘也 那么呢 我们呢 如果从绘画那个角度来说 我们呢 我们呢 就把这种 绘画是要画物体的 物相的 也要把那个相呢 把它画出来 展现出来 来表达你的画意 的时候 那么 画意我们知道了 那么相也可以 这个画也可以暂时忘掉了 暂时可以把它搁直 暂时放到一边 这样的意思 那么从这里来看呢 我们就知道 这个言相意之间的辩证关系 是一种什么样的辩证关系呢 就是言是相的载体 在言和相这个关系里面 那么在相和意的关系里面呢 相是意的载体 如果在言相意三者的关系里面呢 言和相都是意的载体 应该这样来理解这个言相意之间的关系